同樣另外一個那個司法委員會 因為洪慈庸跟民進黨合作 就兩席都是綠的啊 不是啦 那你至少你找個招委要四格嘛 你不要有案子嘛 你還不是這樣 鄭教授為什麼也是這樣 你們黨團為什麼這樣做另外一個 我們黨團要一次啊 你們黨團的決議非常奇怪 就是說當你們口租筆伐 在罵民進黨說你中共代理是玩假的時候 你們現在黨團總共只有兩個人 結果你們白白 三個人 結果你們讓這個招委白白送給國民黨 那國民黨會卡案子 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有急迫性 為什麼要幫國民黨作駕呢 我兩席招委都給你民進黨了 結果礦業法審成這個樣子 我兩席招委都給你民進黨了 結果實價登錄2.0變0.5 然後你今天來講說 你們這個是怎樣 那我想說對我而言 不管什麼黨籍啊 如果有涉案 真的不適格當招委 好這個將來會在選票上反映 時代力量 這張門票會不會賣出去 會不會被柯文哲要去 不會啊不會啊 你問我 我怎麼知道你們今天昨天啊 這個出一十五不一樣 我已經連續發了好幾篇 你承認啦 你們是為了新聞炒作去變 那是別人在做新聞炒作 我已經連續發了好幾篇澄清 所以外面新聞說這個 台灣民眾黨組起來以後 那個宋全是很不爽 這是我絕對相信的 嗯 這是一方面給他這個 間接的給他沒有面子 第二個就是說 他的那些重要的這些 宋全剩下重要的那些幕僚 很多就被他給挖走了 比如說黃珊珊嘛 雖然沒有直接跳槽 因為一國兩制的那個糾紛 結果都退黨 包括那個他的那個發言人 其中一個是林國成的女兒嘛 林真語 那是宋楚瑜在台北市議會 僅剩的兩個市議員 都變成都是有科的議員 你說林國成啦 他是市議員 所以宋楚瑜過去 雖然他力量有限 但好歹是挺 所以你講出了他跟柯文哲的 短期恩怨啦 他本來想叫柯文哲做親民黨的母雞 然後帶親民黨的立法委員 不分區立委 然後讓親民黨壯大 所以他想要把柯文哲作為接班人 真的是有這個規劃 我相信他是這麼說 就柯文哲自己8月6號成立了民眾黨 我相信他是有這樣的想法 接下來的話就是現在很尷尬 就是說 我坦白講 我不覺得宋全剩他有那麼想選 因為他的重心一直都是在 那柯文哲就回去慚愧一下 然後解散民眾黨好了 或者是親民黨併入民眾黨啊